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9日 圣日门主场特别近 周一凌晨,法甲继续进行 届时巴黎圣日门将坐镇主场迎来特鲁瓦的挑战 巴黎圣日门已提前获得联赛冠军 球队实力之强可见一斑 而且他们已经连续多仗保持不败肩且已迎波居多 状态颇为理想,加上金杖座拥主场之力 因此理应看好实力强悍的巴黎圣日门轻松击退特鲁瓦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巴黎圣日门经济表现十分强势 他们35轮联赛战霸就取得了79个积分 已经提前将联赛锦标收入囊中 出色的攻防表现绝对是巴黎圣日门的抢分法宝 要知道,他们联赛至今有着军场攻入2.26球 只是0.97球的出色攻防演出 其中攻击力冠绝法甲群雄 巴黎圣日门堪称人强马壮 阵中拥有基利安、麦巴比、尼玛、达施华以及利安奴 每次这些巨星压阵 其中基利安、麦巴比联赛至今已攻入24球之多 目前在神社首榜当中领跑 但由于领先优势并不算巨大 因此此子在剩余联赛当中肯定会拼尽全力 以便取得更多入球从而最终加冕联赛金靴 因此他金帐表现绝对值得期待 更为利好的是 巴黎圣日门堪称主场龙 他们联赛至今主场好取15胜2和佳季 是法甲唯一主场保持不败的队伍 可见金帐主场作战能给巴黎圣日门增添不少争胜本钱 阵容方面 中场里安度 伯列迪斯和祖利安 达斯拿因伤缺阵 35轮联赛过后 特鲁瓦取得36个积分 与降班区有一定距离 因此与下的比赛对于 他们来说压力不算太大 球员并不需要拼命作战 攻不锐手不稳的问题 金席一直困扰着特鲁瓦 他们联赛至今球数得失比位33比47 明显 入不敷出 试问此等表现如何能挑战巴黎圣日门呢 另外 此番作客也是特鲁瓦的一大劣势 皆因他们前17轮联赛作客仅赢4场 而落败场数则多达11场 作客负率超过6成 而且球队最近三轮联赛作客仅得一和二负的劣迹 这显然给球队此番出征蒙上一层阴影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特鲁瓦与巴黎圣日门实力差距极大 前者近年对阵后者一胜难球之余 还基本以失力告终 可谓遭到对手碾压 有见即此 特鲁瓦金帐出征恐怕只能寄望输少当赢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订阅我们的鼓励